董老师您常见中的常见的咳 就我们经常能够到医院去治的 然后经常会发生的这种咳嗽 有哪些类型 我们临床啊 实际对于咳嗽比较久的 那么往往最常见有三种类型 一种叫做疯咳 这个所谓的疯咳 它的临床表现呢 是咳嗽时间比较长 一般来说 这个咳嗽要超过一个月以上 这疯咳是因为疯引起的吗 实际所谓的疯咳 就是与肺相关 再说直白一点 叫做肺疯咳嗽 那这种孩子往往呢 夜间咳嗽 或者晨起咳嗽 它的咳嗽呢 往往都是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一不咳嗽一咳嗽起来 空空的这种声音 这种感觉 所以像这种疯咳啊 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 它基本有什么原因引起呢 它是由于过敏所导致的 吸引又称为咳嗽变异性哮喘 说是哮喘 它本身并不喘 就是以咳嗽的症状为主 那这个风壳 它一般会出现在哪个季节 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吗 春夏秋冬 哪个季节会多一些 风壳的这个病啊 季节交换的时候 交换 欢季的时候 我两个就是这样的呀 而且他去医院检查了很多次 然后医院就说 他应该是哮喘 但他并不喘 在交替的季节的时候 会有一段期间 大概几个月 然后都是这种症状 就是晚上睡不着 叫狂咳 但他现在都用那个 治哮喘的药了 我觉得那个更不好吧 治疗哮喘的药来治疗 那我们中医呢 用中药来治疗 就效果非常好 那如果是食疗方面的话 有没有 食疗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用了蛇退 这个蛇退啊 就是蛇自然退皮 蛇不是定期要退下来的 这种的叫蛇退 它是具有 它是具有 止咳去方之功效